大家下午好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也有好多观众已经进来了 然后欢迎各位水圈的朋友 设计院的领导和经销商的合作伙伴 来参加海洲国际举办的网络研讨会 海洲国际是一家专注于市政水务 40多年的一家英国上市公司 海洲国公司以悬流技术为核心 结合流体力学计算进行产品研发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高精度除砂设备 悬沙特 由我们远在英国总部的孙荣女士 为我们大家做介绍 期间有想提问的朋友 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将在最后进行统一的答复 现在有请孙公为我们做讲解 再次感谢大家 孙公 好的 大家好 稍等我一下麻烦我共享一下 这个我的屏幕 你那边能看到吗 能看到 好的 大家好 非常感谢 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咱们这个今天的线上研讨会 首先呢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孙荣 主要负责Hydro International海中国际的产品项目等技术支持 今天呢很荣幸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 我们的公司以及我们的产品 今天呢我主要想向大家分享的内容包括 Hydro International的公司简介 我们的产品以及主要产品设计的一些领域 然后呢着重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现有的除沙技术 以及Hydro International的高精除沙产品 玄沙特 Hydro International海中国际呢建立于1970年 公司主要致力于对控制和处理雨水和废水可持续性技术的开发 以及对产品的不断完善及更新 一直以来呢 Hydro International本着不断创新更新的理念 位于领域的前沿 Hydro International设备安装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 设计的项目案例高达三千七百多项 三万七千多项 总部呢设在英国 以及七个分部办公室 在全球主要地区都有分销商及办公室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 Hydro International在欧洲 参与设计生产安装了全球最大的水力全流控流设备 在中东地区 我们为咱们中国能建和科威特合作的项目中设计提供了雨水浴处理设备 在卡塔尔 我们安装了80多个Hydro Brake Drop 跌井效能设备 在多哈 提供了多台雨污 混流预处理设备 在美国 澳大利亚 俄罗斯 南非等国家等重要的项目中呢 我们都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设备 在咱们国内 我们也和合作伙伴一起实现了很多雨污河流污水厂除沙等的新建以及改造升级项目 下面呢 我大概简单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海卓国际的产品涉及的领域 我们的产品呢 可以广泛应用于市政方面的大中小型处理模式 对于雨水污水和雨污混合的去污 结污 达到结污处理 达到对广网 河流 湖泊 天然 以及人造水体的环境保护 Hydro International的旋流线流控流设备 也可以取代传统的孔径线流 更好 更大范围的控制流量 有效提高咱们城市中的防洪效果 我们的深井跌降设备 可以有效的将重力势能转化 消耗 从而减小对井底土建造成的长期损耗 我们的除沙 洗沙 沙水分离 以及淤泥预处理设备 在污水厂中呢 广泛的使用 并且达到对除沙效率 去除利静等方面效果显著 是很多传统现有工艺无法达到的 由于我们的设备型号大小 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需求进行设计 所以很多小型私企 个体处理模式 也是非常适用的 下面呢 在详细介绍我们这次线上研讨会 所要着重讨论的设备 Hydro International的高精度悬流沉沙设备 悬沙特 英文名叫Great King 悬沙特呢 是高效 高精度除沙设备 主要用于污水处理的 预处理环节 在详细介绍设备之前 我们呢 先了解一下 咱们为什么要除沙 沙粒的存在 给污水处理过程中 造成了怎么样的困扰和损失 以污水处理厂为例 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流程 一般如图上所所说 包含 预处理部分 沉淀部分 沉淀呢 包括初次沉淀 二次沉淀 这些处理流程 主要是为了分离 大部分非可溶性污染物 初沉池和生物处理池 还有二次沉淀池 基本呢 都是根据沉淀 固体的沉淀速度 以及污水可以在 池体内可停留的时间 来设计池体的具体大小 所以呢 咱们保持这个池体内部 设计体积的完整 是达到沉淀效果的重要因素 但是 如果没有预处理厨杀 或者预处理厨杀 不能够有效去除沙粒的话 这些留存在污水中的沙粒 就将会被携带并沉淀于 出尘池 生物处理池 以及二次沉淀池中 这些沉淀的沙粒 将会大大的增加 池体 淤泥的体积 并明显减少 原本设计的污水 可以在池内停留的时间 这样呢 严重影响处理效果 达不到预期水平 从而呢 需要增加清余频率 来解决咱们这个问题 在暴气生物处理环节呢 这些沉沙呢 还会大大增加 埋没暴气喷头的可能 从而明显降低暴气效果 增加能源损耗 造成运行费用的增加 这些沙粒对污水中的 各个环节的泵 搅拌脚 等机械设备 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磨损 增加设备维护 更换的频率 增加运行维护费用 污水场中 另一个重要的处理环节 淤泥处理中 沙粒的存在呢 会增加淤泥处理量 增加淤泥处理设备的负担 降低污泥循环利用的效率 例如减少着气的产量 增加焚烧时间 以及限制 使得不可用于农业肥料等 咱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现有的工艺的除沙情况 现在一般常见的设计要求 是对于相对于密度2.65 历境为200微米以上的沙粒的去除 我们以爆气沉沙池 和机械旋流沉沙池为例 爆气沉沙池呢 在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对于200微米历境以上的沙粒 可以实际达到约80%的去除率 对于100到200微米区间的 这个粒径的沙粒呢 最好的情况下 只可以达到50%的去除率 而机械旋流沉沙池 对于200微米以上的沙粒呢 仅可以实现达到去除率不到70% 对于100到200微米区间的沙粒呢 实际去除率还不到20% 那这样一个处理效果 会造成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在对进入到污水处理厂里的沙粒 粒径分布的情况 和对生物处理池中淤泥中 所含沙粒的粒径的分析之后发现 在经过现有出沙工艺后 生化处理池淤泥中仍含有 大量粒径大于200微米的沙粒 粒径在100到200微米区间的沙粒 也还占25%之多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把除沙工艺 由去除大于200微米粒径 精细至100微米的话 可以明显减少沉积于处理池 淤泥中的含沙粒 从而大大减少轻域频次的需求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高精度旋流沉沙设备 旋沙特 旋沙特的运行原理 主要是重力沉淀加上旋流扫补 首先我们看一下设备是如何运行的 污水从设备中部的进水管 以切线形式进入池体 由内部的导流键 控制进水的速度和流态 水流先在池壁与第一层导流键之间 形成一个向下的旋流 在遇到第二层导流键后 水流在两层组件之间 不好意思等一下 在遇到第二层导流组件后 水流在两层组件中间形成 一个向上的旋流 最终去除掉沙粒的水 从设备的顶部出水廊道 或出水管一流出水 沙粒在旋转的涡流中 在重力离心力流体减切力的作用下 收集于沉降于池底的底部沙斗中 根据实际的进沙量流量等数据 通过重力或泵体的形式 可以有控制的排出 对于有一些由浮渣漂浮油脂 困扰的污水厂 全沙特设备上端 还可以设有浮渣排放口 可以在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情况下 在出水廊道逆水流一侧 形成一个水利死渠 浮渣油脂收集于此 可通过池壁上开设的排渣洞口排出 这个对于很多污水厂和被浮渣 及漂浮油脂困扰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缓解作用 咱们这个高精度悬沙特 高精度悬流沉沙设备 悬沙特的主要安装模式呢 有两种 第一种为地下安装模式 内部的导流件为304或316型号不锈钢 由不锈钢架固定于混凝土池壁 根据型号大小的不同呢 采取牛腿固定或者开草式固定的方式 排沙一般由坐落在池底部的湿蹦蹦出 由沙水泵出到沙水分离器 或者可以泵入到我们Hydrian International的洗沙取水设备当中 从而达到更高效的除沙效果 按照客户的需求 我们可以达到75微米粒径的处理效果 第二种呢 是地上安装模式 整个设备为不锈钢尺体 尺内为不锈钢导流件 设备底部一般由钢架支撑固定 高度可根据现场具体需求设计决定 排沙一般为干泵或者可以重力排沙 入沙水分离器 或Hydrian International的洗沙取水设备 如同地下设置一样 咱们的设备大小呢 单台设备 由最小的1.2米到最大的9米 取决于不同的粒径去除率 单台处理量 可以呢达到2200升每秒 根据流量和现场的需求 可以设计单台或多台 运行同时运行 对处理啊 及控制 做到实时相应调节 满足咱们现场的需求 为了针对咱们国内污水厂的具体进水情况呢 以及确保我们高精度沉沙设备的去除效率 咱们在国内设置了中式实验设备 这个设备的型号呢 是1.8米直径的单体独立设备 处理流量大概在28升每秒的处理能力 设计除沙精度呢 历经106微米 颗粒呢 去除率为95% 经过三年多 在咱们不同地区 不同污水厂污水条件下 进行了多次实验 根据采样分析结果 我们和现有的除沙技术 进行了一个对比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海洲国际高精度旋流沉沙池 沉沙与爆气沉沙池的 去除率的一个对比 爆气沉沙池呢 在去除力净大于380微米的沙力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达到96% 但是呢 大于270微米粒径的沙力 就明显开始下降 到200微米粒径左右 沙力的时候呢 已经降至只有60%左右 到100微米的时候 基本上一半的去除率 也不到 而我们的水利旋流沉沙呢 毕竟150微米的沙力 还可以达到95%的去除率 100微米可以达到80% 一般我们设计时 基本呢 可以根据具体的要求 达到106微米的 95%的去除率 甚至可以至75微米沙力的 95%的去除率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高精度旋流沉沙池和机械旋流沉沙池的 去除率对比 就更为明显 在沙力 历经大于200微米左右时呢 机械旋流沉沙池 已经达不到一般标准的 80% 到95%的去除率 而只能达到大概 65% 去除率左右 而我们的高精度旋流沉沙池 可以一直保持 对立境大于75微米 至大于200微米的沙力 达到93% 到98%的去除率 这个对比效果 还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分享一下 我们在国内水厂 安装的高精度水流 水力旋流沉沙设备 旋沙特的处理效果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 我们成功的为国内很多 大众小型无水厂 安装了我们的设备 这个条状示意图 是我们国内的合作伙伴 在对现场进行采样 分析得到的数据 由于咱们国家地域广 人民生活方式不同等条件 污水处理厂的净水性质 也会有所不同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高精度旋流沉沙池的 处理效果非常稳定 对于106微米 到200微米的细小沙力 也可以达到平均 85%以上的去除率 我们也可以根据 具体的项目需求 对于75微米的细沙 也可以达到95%以上的去除率 高精度旋流沉沙池呢 除了高精度去沙 稳定的去除效果以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技术上的优势 比如与机械旋流沉沙池比较 减小总占地面积 机械旋流沉沙池进水 需要较长的平流区 而我们设备是不需要的 无搅拌甲 维护 维修 更换等需求 与暴气沉沙池相比 占地小 无暴气 所需的供气的所有投资 无相应的设备维护 维修 及更换 以上这些优势呢 可以在显著减少污水厂的 初期投资的同时呢 大大降低污水厂的 维修 维护 等运行费用 下面这些是我们在国内 这几年和合作伙伴一起 安装的高精度除沙设备的 案例参考 Hydro International的 高精度旋流沉沙设备 在国际范围内的 安装案例呢 已经超过了500多例 在近三年里 规模超过10万吨 日出力量的项目 超过了40多个 今天呢 关于Hydro International 台湖国际 旋流高精度旋流除沙设备 旋沙特的介绍呢 希望满足大家对设备的初步了解 在未来呢 我们还会陆续的介绍 Hydro International的 其他高效设备 下面呢 就请叶总继续主持会议 如果您对我们这个设备 或者我们公司 有其他的问题 刘博士业总 还有我都会尽量回答 再次感谢您的积极参与 谢谢 谢谢孙公给我们做到这个产品的一个分享 那个接下来呢 就是如果有希望知道一些更具体的 或者对刚才所说的不太明白的 可以举手那个提问 然后呢 我会那个开放他的这个音频 有一个朋友他想问一下 那个去除率是用净出水烘干沙来计算 还是净出水烧灼沙计算 孙公您看这个问题 能回答一下吗 这个我想刘博士更清楚一些 因为这个一直是咱们的合作伙伴在国内做的这个测试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个感谢各位的关注 咱们算净出水的这个除沙去除效率 是采用的灼烧沙来计算 那么采样的方式呢 是使用一个连续的在线的采样设备 那么收集的这个水量呢 是要时长超过半个小时 那么总体的这个水量 是要超过二十方的 那么对二十方里边的分流出来的部分沙粒 然后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收集 收集以后呢 经过烘干灼烧筛分 进行这个各个力竞的去除效率的这个对比 那么总体来讲 我们性能程度中提出的 对于200微米或者对于106微米以上颗粒物 实现95%的去除效率 是采用上述连续在线采样 并且烘干灼烧筛分以后的这个沙粒的质量变化 来推测浓度的变化 来进行一个最终的去除效率核算 OK 谢谢谢谢刘总 那个这样子 因为这个有一个举手的按钮 因为我看大家都在聊天区里面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你们可以按一下举手的按钮 然后我就开放那个音频给到你们 你们可以发言 省得我一条条来读了就变成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污水处理厂水量是变化的 在水量变化情况时 去除率有多大变化 有这么一个问题 因为咱们的设备一般是按照那个要求的最大水流量进入 也就是说设备的最好的去除率95% 是按照这个最大流量来设计的 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水量变小的话 去除率只会变得更好 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设计净水5万方每天 前期调试2万方的话 净水流速的降低 对水力除沙影响会影响除沙效率吗 不会影响 但是我们在平时设计的时候 会考虑就是说咱们比如说 您说的这个2万方和5万方这个情况 5万方每天进入的这个频率是多少 可能会进行对设备的一个调节 因为在设计上不想设备过于大 然后平时比较就是说不太经济使用 所以会考虑到这个对流量的一个调节 一个平衡来进行这个设计型号 但是净水的流速不会对去除效率有影响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他写的比较简单 那个他说应用工艺段除了净水 还有哪些地方 这个大概是说就是咱们的这个Great King 一般情况下是用在预处里 那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哪些地方是吧 那等一下我看一遍 呃叶总您这边是什么一个问题 您好叶总 说的用用在我们的就污水数据厂进水 进水这块全流成沙这块 其他更一段可以用吗 可以除沙但是 我们有先硬的暗先硬的暗链吗 呃我们一般情况下在进水浴处里除沙 是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悬沙特 但是我们也有在其他工艺段的除沙 比如说呃淤泥处理的浴处 浴处理除沙的话呃我们也用的是旋流技术 但是不是用的悬沙特 是用的稍微小一个型号 小一点型号的设备进行淤泥除沙 然后还有其他段的话呃 您指的是大概呃是哪个阶段的除沙 您打几比方现在我们深度水处理呀 嗯 深度水处阶段的话 有有有他 有有有个排擦过程 这排擦过程用的是被有没可能用上去呢 就是反冲吸水 啊反冲吸水可以 可以是这个反冲吸水然后回收再利用是吗 对对对 是的可以 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之前设计的污水厂是呃 这些回流水很有可能就会排放到这个回转到这个最最最前端 然后也就是跟着这个一起做预处理 重新再做一遍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设计处理污水处理厂的时候 客户有过这种要求就是呃包含他的反吸水回收呃 但是如果要是单独的话也可以的 ok 谢谢 ok 好好谢谢叶总啊 然后金娜 我看这个操作吧 哎金娜你好 你有什么问题 嗨你好那个叶总 孙总和刘博士 你好 嗯我刚刚看了一下介绍就是我想 了解一下就是你看这个颗粒的大小你们介绍到是七个七十五微米吗 就是像这个也有我但是我看到你最后一页就是你的高精度除沙这个 还有小于0.45微米的一到二十个微米的 这个是不同的就是这个 gree cup这个他是最就是说他能做到最小的精度大概是多少 呃我们提到百分之就是七十五微米这个是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的出去去除率 当然更小的沙粒在相同情况下呢 这种呃流程也是会达到一定的去除率 但是呃我们保证的是七十五微米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的去除率 嗯那可以这样也就是如果小于75微米的话 他的去除率就会降低一些 嗯他是会降低一些 因为一般情况下 其实去沙的话呃想要达到二十五微米或者是四十五微米更小的沙粒的话 呃可能是就是会非常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个要求 另外呢呃比较难 哦 因为无论是他的体积沉降速度 还有包含他的这个呃 这个叫什么密度相对密度这些都受影响 以及包括较少压力呃较少沙粒的这个呃他的这个形态 比如说呃他是否有其他物质附着于上影响他的沉降 所以这些的话就是是比较难去除的 但是不是说一点去除率都没有 只是我们没有进行这个更细 因为呃市场上没有这个更多的要求 所以我们没有进行更细的这方面的 modeling 明白好的好的啊啊 啊谢谢谢谢你 谢谢你 啊我想那个吉娜应该是看到你最后一页 谢谢我们所有产品的啊一个一个情况 因为有我们Green King有Green King Health Sale Blow Up 他有不同的对对不同力竞的一个去除率 可能您看到的是那个 所以呢今天我们只是说的是Green King 所以说他的去除力竞在啊75微米以上这样子 所以对于更小的我们有更小的产品来做这个 嗯好的好的 谢谢OK谢谢 OK员工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呃能听到吗我这里有个问题啊我刚才看了 PPT上面说了一个说是咱们这个呃这个沉沙沙 沉沙沙啊相比那个传统的旋流沉沙池 他实际是省去了前面的一个直线的那个那个渠道 那个流那个那个那一段的渠道 哎但是我们一般一般我们不想处理啊 因为前面这个渠道呢除了除了除了稳流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主要 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放置那个细阁山的 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我因为你们我看到你们还有几个案例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案例上是怎么处理这个细阁山的 我们一般great king的进水是要求通过西哥山的 然后一般情况下污水厂的西哥山呃如果要是说您说 像您说的如果是呃之前是放到这个稳流区域的话 那可能是说这个是如果用great king的话 这两个区域就是要分开的就是呃这个西哥山就是在前端 在我们这个great king的前端 那这个渠道都还是有是吧这个西哥山这个前渠道啊这个 这个我们不需要这个渠道就是说就我们这个设备而言 我们是不需要就是说这个是不需要这个 那那我明白了啊我们没有谢谢 好谢谢 啊 我看您提了一些问题您这边能说话吗 哈喽 哈喽听得见吗 哎能听见你说 再见 我就问那个 为什么这个选106微米不是100微米啊 这是如果跟国内的干物一样的导航过来 这个是我们当时呃 呃 在美国那边就是一直做的modeling 选择的就是一个是106 然后是212 因为这个时候之前呢这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国际他们那边的一个标准吧 然后美国那边的一个标准 然后他们做modeling最初就是用的是这两个106 和212 但是并不是说 咱们100微米做不了 其实实际选行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考虑这个的 那个我稍微也补充一下 这个也不只是美国标准 就是咱们国内这个筛子 都是一般分多少木 多少木 50木呀200木啊 这个木数 咱们在国际上 是有一个换算关系的 对应过来 它这个106和212 是对应着咱们这边 标准的这个整数的木数的 所以咱们 实际上是有一个换算 这个也是一个国际上的 这个通用的这个标准 谢谢刘博士 好的 然后那个 有 你好 你好 没关系 它的问题就是 污水厂沙子密度一般是多少 我们一般考量的测试的是 相对密度2.65 因为污水厂的沙子 就是说在 烘干 灼烧之前 它有附着物什么的 这些密度 还是比较 复杂一些的 OK 但是我们最后 刘博士应该是 有补充的 稍微补充一下 对 刘博士 咱们那个国内的这个设计规范 上面 会有一个建议 推荐的这么一个值 一般是比重1.6到比重1.8 也就是每吨1600 就是每立方米1.6吨 或者1.8吨 这是出来的这个湿沙子 那么咱们为什么取这个比重2.65呢 是因为这个设计沉沙池的时候 也是国标的这个规范上推荐的 就是按照比重2.65来设计 那么比重2.65就是纯 绝干的不含有机物的这种实行沙 它的一个比重 那么咱们实际上出来的这些沙力 一般的这个比重是在1.6到1.8 好的 金先生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刚才上一个他提的问题是 锡格杀的问题 因为我这个是水利潜流的 进水的话 因为提升之前我有一个粗格杀 然后进到我的生化系统之前 我家里的这个水利潜流之后 我肯定要加一道细格杀 我的细格杀是在里面之前加对吧 对 细格杀在里之前加的话 那我细格杀到底这边了 那属于泄压了 那应该还是自流了 自流的话 这个流速能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 可以的 我们设计的管境设计设备会根据您这个流量流速来进行调整的 就是说不管是蹦只假如我没有细格杀 然后蹦直接蹦入的旋流这个流速跟我自流的这个流速 基本上对你们水利潜流都没有影响对吧 没什么影响的 我们会通过管境建议设备 对这个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这个没有影响 那假如说我刚才要叫那个我问的那个问题有一个5万方的 我这边有一个厂站是5万方设计每天的 就前期调试 而且水尿这个波动这一块 我肯定只达到2万方 然后你们说通过调控是通过管境的调控吗 调阀门吗 还是怎么调控的 实现你这个因为你水利潜流跟水利的流速应该有很大关系的 是通过阀门来控制它的流速还是怎么通 怎么控制的 因为我厂站设计的时候我都已经定死了 不可能说直接变管境的 我们进来一般情况下设备的进水管设计进入的流量呢 一般是1到1.5米每秒 然后呢这个流速是一个最佳流速 但是在流速降低的时候并不影响对设备的这个去除率的影响 只是说我们会建议考虑一下这个进水的流量 如果就是说大流量会比较少出现的话 可能会在管中造成一定的沉淀 但是对设备的去除率是没有影响的 那就是假如说因为我这个流量肯定说对于对半的 因为我设计肯定是按最大的负荷来设计的 假如说5万块我会按5万块设计 那如果按2万块的话 我的流速肯定相当以前来说的话 都降了一半的不止了 然后对于低的流速的话 只能管道力会有点增结 然后对于去除的效率这一块的话 效果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可互利不计影响肯定有一点的 但可互利不计这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就是出水的话 我看你的那个PPT上面 然后我看你那个就是公司的介绍里面 PPT里面有一个出水的方向 是根据我们厂商的实际情况方向可调的 如果方向调整这一块的话 会不会对你在里面行走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的行程有影响 会不会受影响 因为出水这一块 是这样我们 您说那我们主要是有一个 主要是要保证它设备当中的这个旋流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管道的出水左右上下 哪个角度无所谓 但是只要它的进水是以切线方式进 然后是以这个旋转的模式出 就可 但是不能是相对着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图可以详细的讲解一下 刘波士您觉得这个怎么解释比较好呢 就是说它进水和出水 只要是不影响这个逆时针 或者顺时针的旋转即可 但是放在进水在左边 进水在右边或者两边 进水出水都在一边 这个不影响 如果您可以的话 可以把您的邮件留给我 我们给您发一套这个示意图 就是进水出水的这个安排模式 有几种方向好多种方向的选择 您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对刚好把你们不同的设计到不同的那个规格这一块的一些产品的这一块 设计到多少方量的这一块的大概设备多大这一块的很多参数这一块的就产品这个介绍啊型号这一块的也可以共享一下便于我们选型的然后针对于每种型号的话刚好再了解问一下 可以可以那叶总咱们一会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咱们可以详细讨论一下具体项目什么的 对对我我我我有金先生的微信咱们多加有微信到微信的话到时候叶总到时候微信了这个您对接啊好嘞好嘞好嘞好 好谢谢您 还有问题稍微打扫一下 第三个问题 没事没事 假如我因为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正于对于前期的预书里这一块进水 假如说我是因为现在物理球市场提标改造肯定涉及到呃以前的后面的有加沙沉淀或者加瓷沉淀这种的 对于加沙和加瓷这一块不涉及到赖模这一块的吗 假如我的方量很小大概只有十方左右每小时这种小的 因为包括网上的话小的那个旋游是拉西这一块都比较多 但是赖模性都不好 因为涉及到水利前流这一块的它的流速要求都比较大 然后你们这个最小的规格是多大的 呃我们这个最小的是 我们这个最小的是 我们这个最小的是 我们这个最小的是全沙特的话是1.2米 但是我觉得您说如果要是说是十方每小时的话 我们有更小的设备 就是不是全沙特但是一样通一样是用的是旋流呃 理念但是是更小的设备用于更小的污水场和更小的处理流量 那你们这个在加沙沙沉淀里面有没有用过 加沙沉淀石 嗯我印象当中在咱们国内没有我可以给您问一下美国那边有没有 这个相同的经验好吧 嗯 还有一个第四个问题就是将我假如我的那个因为现在包括用地这一块的受到限制很多新建的污水局场都放在地下这一块的 因为如果放在地下这一块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啊 包括这样的介绍这一块的是怎么应用的不管是封顶的全地埋的或者是设备啊那个地面前表面的这样子的应用领域 嗯刘博士咱们国内大概大部分都是买地式的对不对 呃地上的半地下的纯地下的都有都有都有 哎啊那到时候我跟叶总这边沟通一下填这样的案例里面啊也看一下 好的 好嗯好没有其他问题的好谢谢 哎谢谢您 哦 哎 哎 金娜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 你好金娜 刚刚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孙仲已经回答就是流速嘛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是一个什么范围它的效果最好 我们一般情况下设计就是最大处理量的时候保证它建水管的流速流速在1到2米每秒就是1.5这样大概是考虑在这个范围内 呃但是就是说呃速度过大的时候呃唯一的影响就是水索 会增增加这个是比较一个主要的考量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速度降低的时候呃流速太低的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去除率而担心的是这个进水管中的会有沙力沉淀 但是如果说就是呃比如说过几个小时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大流量进入呢就会把这个冲这个沉淀冲刷进设备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主要是这个但是对去除率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嗯不客气谢谢您 好的我看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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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到时候 欢迎大家再次来参加我们的网络研讨会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需求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各位